Hello 大家好 歡迎大家來到政壇新秀的一周大事回顧第三集 有梁思雲、梁梁梁 還有 Hello 陳志豪 我們出門的日期是2021年1月11日 我們會跟大家分享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前年在機場中有一個很痛心的案件 就是傅國豪 一個環時記者被預責案 終於被告判刑 我們都看見好像判得很重 遲來的正義 這次判得很重 如果從刑期來看 是反修例的風波相關案件中判得最重的一次 另外第二件事我們又再揭發 TVB裡面有一些劇集繼續誣衊我們中國 中國是疫情的情況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記住 港台不說我們說 快點把我們的影片廣傳開去 留言和讚好我們 先講第一個題目 富國豪不如我們講講這宗新聞 其實在19年8月的時候 在整個黑暴事件中比較熱癡癡 在機場之前試過三把 那幫黑暴堵塞機場 癱瘓機場令很多機器起飛不到 自從那次之後 不知道各位觀眾知不知 機場是將整個保安加強了很多 過去我們坐飛機可以隨便進去赤立角機場 最多是去到禁區之前才不讓進去 自從這個反修例暴動之後 所有政府有個機管局有個規定 如果你本身沒有當日的機票 是不可以進入這個機場 然後我試過一次 第一次坐飛機應該是19年12月左右 因為平時我預算坐飛機的時間 我預算得挺敏的 那天我去到機場 說的是機場門口整集排在場路 因為你要在門口 首先驗一次飛機票 驗了你真的有機票 才可以進去機場再坐飛機 多了一步的程序 令我差點說不到一次航班 所以那幫黑暴 多了他不少 你想想香港人時間很寶貴 時間就是金錢 無端端又要多了一步安檢的程序 你說是否阻礙了多少人 沒錯 阻礙總比現在 簡直沒有機票起飛 因為是疫情 但我們不講那麼多資質 我們先講回傅國豪 因為當時傅國豪 他在機場做一些採訪 然後他被一些暴徒 在身上搜到支持香港警察的衣服 或者是他有一個出示不到的記者證 然後他們後來搜到他 原來他是內地人 有內地的身份證 然後將他禁錮 然後對他獨打 幸好正義都會彰顯 李慶連官這次終於判了三個 被捕 裁定他們暴動和襲擊罪 而判處他們分別是 他在四年三個月至五年半 而李慶有指出 傅國豪當晚被禁錮了五十分鐘 五十分鐘是很長的時間 可以打死一個人 我想大家看到畫面都很憤怒 很振奮 甚至我身邊有很多朋友都說 是否應該進去機場拯救他 或是否我們應該進去幫忙 當晚全國未睡覺的內地網民 高度關注這件事 據我了解 整件事成為當日整個中國的大新聞 而這件事亦令香港國家 在內地的形象非常負面 因為是一個內地記者 在香港被公然禁錮 被毆打被侮辱 因為在這個犯案的過程中 有些網民 甚至乎有些網民或電視台 是當時有做直播做報道的 所以有一些內地的網民 全程看回發生了什麼事 比較氣憤的 包括當時郭家琦和張超雄 都是身處其中 他們就類似老豆勸仔 你放了他 不要再傷害他 但不得要領 但他們都沒有直撤其非 有得他們覺得我勸不到他就算了 而其實李觀說了幾件事 原來他這次的量刑 亦都判刑的時候 他看了幾件事 他留意到媒體有些讀者留言 有網民質疑 而這些就是香港的年輕人嗎 他認為一小撮的暴力行為 影響了香港大部份理性的年輕人 覺得很不值得 他就說參與這個暴動的人 大概有四十多人 包括二十位最激進的前線參與者 也有二十個原來很鬼祟地向赴國豪偷襲 我在整件事裡看到李觀的判刑 原來有兩件事我們可以起作用 第一 我們沉默是沒有意思的 我們一定要發聲 包括在網上發聲 甚至我們現在拍攝這麼多片 大家把片段廣傳去留言 原來當他判刑的時候 官是會留意到的 第二件事也是 他說我們也看到一班人很可恥 雖然抓到三個 但他剛才也說過 參與這個暴動人數 原來有四十個人 志豪也是因而繼而 再被人起底和被人攻擊 這件事是怎樣的 因為我本身認識傅國豪 前年2019年的時候 我和傅國豪在北京吃了飯 傅國豪還埋單 他很客氣地埋單 我把那張我和阿豪的合照 放上我自己的朋友圈 即是微信 誰知那張合照又被人截圖 然後丟掉到父母的群組裡 然後再加一句 我支持傅國豪 你們可以打我 你可以看到那班暴徒 真是喪心病狂 即是他們催人來 公然煽動人去襲擊傷害其他人 傅國豪說我支持香港警察 你們可以打我 傅國豪就被人打 然後我和傅國豪拍照 然後他就說 你可以打陳志豪 即是你可以看到整件事 即是他們的價值觀 他們的思維 是非常可怕 真的和恐怖分子 是完全沒有分別的 沒有分別的 我們這次看到兩刑 這麼久以來是最重的 亦希望陸續有利 令到這班暴徒 他們最有應得 應該勝之於法 這真是遲來的正義 因為現在說的是2021年1月 才有 19年的案件 差不多接近一年半之前 現在終於是作出判刑 我也希望未來警方的檢控工作 或者法院排期審判的工作 可以再迅速一點 令到很多犯法的人 可以盡快得到法律制裁 這樣才可以彰顯法律的阻嚇性 接下來我們講第二件事 在TVB大家經常都說 他的新聞很偏頗 或者在東張西網 經常都會有些 黃黃的 黃形的東西 原來在他的劇集中 大家不止一次 已經見過這些事件出來 我舉一個例子 例如愛迴家 我們見過他在做一個五一的手勢 就是用一個黃色的手套 最重要的是出現了 五隻手指一隻手指 對 五大訴求 出現了十四秒 繼而被人投訴 我們有眼利的觀眾 繼而不停在網上放大 不停廣傳的時候 終於TVB把這段片刪除了 其中有一個員工被解僱 其實我們看到 屢見不鮮 在TVB中 有不同的劇集或劇種 甚至是外判的劇集中 都有一些涉及到 譬如玉華 或是一些報道不實的內容 反中亂說 我舉一個例子 譬如在去年12月 有一個很有名的中藝節目 叫Running Man 其實有一群韓國藝人 玩一些遊戲 當中的遊戲 就像大富翁一樣的棋 而將中國國旗和台灣國旗平排 大家知道大富翁是買國家 意思是這個圖是台灣是一個國家 其實也是宣洩 有政治的含意 對 台獨的含意 TVB很快將它下架 而最新的時候 他本身想買一個新的外包劇 這個劇本身不只是在香港 很多人受歡迎 在內地本身很受歡迎 那個劇集叫做《逃避雖可恥但有用》 是一個日本劇 而他的主角就是 新門結衣 很多香港的宅男都很熟悉 是否叫她結衣BB 他這一集會說什麼呢 就是日本的兩夫妻 他們看到這個病毒 也有新冠病毒 但裡面的內容是寫什麼 新冠病毒是源自於中國的武漢 然後令到現在整個日本的人很惶恐 疫情不停地上升 很擔心 繼而要怎樣採取什麼措施 而TVB現在也是 將這一集不播 然後這群黃人當然又起控 又說TVB玻璃心 當然裡面的內容是失實的時候 他抽氣是很正常的 因為TVB不應該購買一些劇集 或者內容的時候 始終都受到廣播條例的監管 是的 因為他說得很清楚 病毒是源自於中國武漢 但至今還沒有疫苗 傑依BB就很擔心 即是皺眉頭 我們看到 為何TVB這次會這麼嚴謹 即是外購的劇集 在內容上的審查都這麼嚴謹 我不覺得嚴謹是正常的 因為內容不正確的時候 不應該播出 就是因為多得廣大的市民 我們很多市民也去看著他們的內容的時候 大家會在網上立即公佈 在西方桿 大家很快看到資料 甚至乎是報給我們聽 我們在KOL 大家一起拍片的時候 告訴大家 其實這個我覺得 是真的會對我們整個文宣的工作 是有幫助 實際上就是因為我們過去 對無論是電台也好 電視台也好 很多節目內容太過隨便 太過放任 才導致很多失實的資訊 很多偏頗的資訊 很多價值觀錯誤的資訊 不斷流出來 對很多青年人造成很大的影響 所以你說未來 我們怎麼可以 對不同的公營頻道 作出的廣播節目 又怎麼可以仍然放寬 不加強監管 沒錯 大家也知道 TVB是電視播放 很多在家裡的小孩子 老人家 在家裡 可能是看一個我們叫大台 就是TVB 內容是政治正確正常 智豪你記不記得我們上次 有一集都說說 TVB裡面其實有很多暗黃的藝人 除了我們提出幾個之後 大家也在下面留言了很多 絕對不止 很多給我們 有些我們數都數不完 我期待我們有機會再拍一集 跟大家去否釋一下 究竟還有什麼暗黃的藝人 大家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不要讓我們的小孩子 讓他們誤導或荼毒 今集差不多 大家記得留言 和把我們的影片廣傳開去 還記得訂閱政壇新秀 還有我們現在有個新節目 就叫News100 大家記得 多謝大家 拜拜